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会担心权益受损 但根据保险法规定 防疫险从确诊或隔离日起 两年内都能申请理赔 不用急着申请确诊或隔离证明 请将卫生单位量能 留给有医疗紧急需求的病患 政府会严格要求保险业者医约理赔 确保符合理赔条件的民众 一定拿得到理赔金 疫苗打三剂一起做防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大师的我小贤 今天是5月11号礼拜三 今天台股是开平震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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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小黑跌了55点 相对于昨天的大盘来讲的话 真的是开低走高 最后收小红 今天是开平震荡之后收小黑 整个格局还是在这边1万6做整理 回到我昨天跟你讲的 开低走高你就觉得不用老师了吗 你觉得OK了吗 反攻大陆了吗 好 那我还真的要告诉你 人家今天 上海 申俊 香港 三大股市全部大涨 那台股呢 没有啊没涨啊 就还跌 还跌五十几点 那你说老师 那为什么人家大涨 你去把那个图打出来看 有时候你会觉得说 怎么不是联动呢 怎么不会说我们涨 他们也涨 其实也不一定 他们有时候他们涨的时候 我们在跌 他们在跌的时候我们在涨 那但是我们台股跟美股就关联性就比较大 尤其是科技股 那昨天美股到穷最后是开高之后走低嘛 收小黑 但是科技股是上涨的 所以今天我们相对来讲的话 我们台股里面 电子股是稍微比较强一点 你像台积电今天一开盘就红的啊 你看 一开盘就红的啊 很棒啊 那你昨天没有买到505 你昨天是不是买505啦 505你没有买是不是 那505你没有买你就不用急了 你懂我意思吗 过一阵子搞不好有405给你买 懂我意思啊 所以我说你也不用急 慢慢来 看清楚在下手 你不是什么什么 如果说你是那什么什么 纯骨一族啊什么什么的 那我不知道 那个逻辑跟我的逻辑是不一样的 就像我昨天跟你讲说 农娘股台肥跌很深了嘛 之前我们卖掉对不对 跌很深啊 昨天67 68 你要不要买 不要 今天71 他跌深了嘛 他在反弹 那再上去呢 就有压力了嘛 你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那有时候股票涨上来是让你少输一点 我直接这样跟你讲 是让你少输一点 让你心情好一点 就像我昨天也跟你讲 我说台积电为什么昨天也是开505之后拉上来 对不对 那就是让你乖乖住套房 为什么要让你乖乖住套房 你去想我讲话的逻辑是什么 对不对 台积电这个波段跌下来 哇老师 一月份之后建高点688之后 一直摔一直摔摔到这里了 那可不可以反弹 可以啊 为什么不可以反弹 这边就有反弹啊 这边也是有反弹嘛 那这边有没有机会再反弹 也是有可能嘛 对不对 那反弹之后呢 你要先去想下一步是什么 你的策略要很清楚 不是说老师你看我 我看你节目怎么样怎么样 人家之前早就卖掉的股票 还有人在网路上面说什么 老师你之前有推荐什么 那我有买有卖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又不是那些 对不对 吹牛皮的老师 对不对 整天在那边讲说 哇哇 你说我还要告别的涨停板啊 每天都涨停板 我又不是那种吹牛皮老师 对不对 那如果说这样子脚踏实地你没办法接受 那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 对不对 难道你还真的相信用爱可以发电吗 我不知道啊 现在到现在还有人相信吗 对不对 我们要与病毒共存啊 对啊 那你有没有看那个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资料 我们这几天哦 我们台湾的确诊啊 确诊人数 都是全世界第一名耶 全世界怎么跟我们比啊 我们有超前部署耶 我跟你说 全世界的人都丢了了了啊 今天多烂 今天多烂 现在就换我们嘛 对不对 今天我刚进来 五万七耶 我告诉你 现在开五星财 搞不好下礼拜就开六星财 每天可能确诊十万人 请问一下有没有药 有没有药啊 有没有药可以吃啊 早上我来看那个即时新闻 说什么啊 那个全台湾那个清冠一号 已经没有了 没有药吃 然后呢 辉瑞的口服药 早就剥下来咯 到现在为止 听说啦 只有八百多位幸运的 确诊者有使用到 听说啦 我刚刚讲的是听说的 你觉得咧 万一你确诊了 你的家人确诊了 你可能只能吃吃 那个普拿藤而已哦 你可能只有普拿藤可以吃哦 哎 普拿藤你还自己去买才有哦 不然可能没得吃 就像刚刚还有人在宣导 说什么什么保险啊 你确诊的话 保险可以两年以后在那个 我告诉你 你千万不要听那些官员讲的 那个叫做政策宣导 你现在拿到证明 麻烦你赶快跟保险公司 请申请理赔 速战速决 赶快拿到钱才是真的 万一保险公司之后 啪啪啪啪 或是不见淡淡 或是说 把定传染病变成 从现在第五类降到第四类 啪啪 你都领不到了哦 哎我跟你讲啊 领不到谁负责 没有人会理你 所以哦你如果拿到证明的话 我劝你赶快去 申请理赔 申请理赔你赶快去 啊老师 啊你这样讲哦 是不是摆明跟主管单位过意不去 我说 当然啊 我念保险了 你在唬烂什么啊 哎 同学 不能这样啦 老师 啊你改变怎么说这样 拔下来无解 当然无解啊 跌那么深 管理力那么大 你还要放空 对不对 再喊空下去 你要收什么会员啊 对不对 那跌这么深之后 国际的利空也没结束啊 所以我说现在很多投资朋友 他现在在场外看 他只是在场外看 当然啦 那些水准比较差的 他会说什么 老师我跟你讲 你哦 看好长龙 你看今天长龙还跌 你会不会啊 你这个的老师会不会啊 那其实我是很想回应这种投资朋友 啊你如果整天盯着那个股票 如果你只有一只 那我没话讲 对不对 啊他涨那怎么样 啊他跌你就来找我麻烦 那这样公平吗 管你妈妈嫁给谁啊 讲一句比较不客气的 对不对 现在的官员不是都是 讲这种干话吗 管你怎么样啊 你家有小孩没打疫苗 那你的事情啊 问题是你有提供 小孩的疫苗给我们打吗 对啊 叫你缴税的时候就说 哇台湾好棒棒 你们要支持我们 我们绿色执政品质保证 什么品质 你给我们什么品质 给我们什么品质啊 我昨天就跟你讲6月 6月FED还要升息 所以我跟你讲 一谈起来包含大盘 大盘谈起来你不用太高兴 谈一定会谈 谈一定会谈 但是你要怎么做 你要有策略 我一直跟你讲你要有策略 不是说什么 老师你刚讲到一半 长龙怎么样 很好啊 他就照规矩来嘛 你看嘛 一黑一红 一黑一红 一黑 明天搞不好就一红啦 你还有吗 最近都是投信 跟外资在买 你还有吗 你没有啊 你根本就没有啦 对不对 我估算的东西 我4月初跟你估算的东西有错吗 五月起他的营收才会大爆发 为什么 美东航线调价100% 你要等6月初 你要等下个月才看得到这个月的营收 那你懂我意思吗 我们看的是未来 你在看今天有没有讲 老师 今天跌啦 我跟你说啦 怎么样 跟你讲哦 你觉得 你想要卖你就赶快去卖 你觉得你想要卖你就赶快去卖 不要在那边找借口 什么人 抗拖啊 自己买身 抗拖储兵 我觉得那种人就是 永远要找借口 找一些有的没有的 然后堂塞自己失败 自己悬谷的不利 或是说自己没有策略 没有远大的那个规划 很多人就是这样啊 那你 买书都 买身要砍拖储兵嘛 然后生输就是都怪白人啊 对不对 那我也只告诉你哦 这种人不适合在股票市场 也不适合在社会上生存 你懂吗 我不是不负责你跟他说是怎么 你可以参加会员嘛 带着我们的抗讯嘛 我们抗讯里面写得很清楚啊 今天该干什么 今天盘就是震荡 我一开盘前我就发了震荡 先不要动作 今天晚上美国要公布上个月的CPI 如果通膨是下降的 你下个月六月份联准会要开会 他压力就没那么大 你觉得呢 他万一现在本来说要升起两码 他直接说升起一码就好了 全世界大涨 全世界股票市场会大涨 而且你看哦 我有些东西你自己看清楚 来你看 好我们看稻穷就好了 最简单的稻穷 稻穷这样子跌下来 我告诉你他跌14%而已 可是你看NASDAQ NASDAQ这样跌下来跌28% 跌20%就走空头了 他跌28% 乖利率也这么大 你觉得会不会来一个强坛 你看这边乖利率很大 他就来一个强坛 这是他们的年限啊 一样是年限啊 会不会来一个反弹 那我还是要跟你讲 如果有机会反弹上去 你该怎么做 对不对 还是说你要坐以待毙 我都没有意见啊 每个人 我跟你讲啊 每个人都有权利去选择 他自己走什么路啊 对不对 就像你看我这么久的节目 我都一向跟你讲 你相信我你就跟着我来 那你要我像同意的那样坑蒙拐骗 抱歉做不到 抱歉做不到 我就是这样啊 我做不到嘛 那他们好棒棒那是他们的事嘛 对不对 做什么事对得起良心 这是最基本的做人道理啊 这不是做老师的道理哦 最基本的做人道理嘛 那你要跟着我来 不是我教育你或是什么 你相信我 想要跟着我来 等一下进广告把电话拨通 好不好 把电话拨通 我们先进广告再回来现场 再见 全球的情势正在大转变 你准备好了吗 小资翻转188专案 帮您翻转您的人生 您的财富 翻转专线02-8511-3366 02-8511-3366 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 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 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顶业投雇 全心照顾 02-8511-3366 情人应在画社的人行道上行走 这位画社人行道 记得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赶时间 没车 超开 不近100公尺范围内 有行人穿越道 人行天桥 或人行地下道设施 不得随意穿越道路 如果在无行人穿越设施之交叉路口 应在人行道延伸范围 停止限制路源范围 或路源延伸线往路段起散 三公尺以内范围穿越道路哦 遵守行人路权 路口大家安全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欢迎您再回到现场投官朋友们好 今天台股下跌的凶手 你知道是谁吗 除了航运股之外 钢铁也很弱啦 就是金融股 当然你说老师那些快篩季的股票都跌停 指挥中心被大家骂翻了以后 他就说6月30号以后要开放了嘛 对不对 要开放你国外的亲友可以寄进来嘛 快篩季进来嘛 对不对 为什么要6月30号 因为从现在开始到6月30号之前哦 他要赶快把这些国内啊 他囤的这些东西赶快消一消嘛 为了是什么 还是为了这个嘛 懂不懂啊 同志朋友 这么简单的东西 你看下去你还看不出个索与兰了吗 那不然这些人拼命的在那边喊 抗中保台干嘛啊 什么叫做升官发财 请找别路 不找那一条路找那一条路啊 小吃店可以做16亿的生意 对不对 资本额200万 国际大笑话啊 投资朋友 我再讲一次哦 上半场可能有些投资朋友没听到 你手上有防疫保单的 赶快去看清楚内容 如果万一你确诊了 或是被拘格了 赶快去申请理赔 务必 务必哦 赶快可以领了赶快去领 你知道全台湾现在有多少的防疫保单吗 几百万张 假设一张赔一万 确诊了以后赔一万 请问一下要赔几万 你知道 老师我跟你讲那个保隐公司很大 什么样大 大什么 很大就不会倒是 啊 以前贝尔斯登也很大啊 啊 雷曼兄弟也很大啊 大 那斯里斯里兰卡政府现在是怎样 也很大啊 股市崩盘了 已经无政府状态了 你知不知道 对 乌克兰也很大啊 那很大你遇到一个更大的 俄罗斯就下来侵略他 你大 多大 有用吗 所以 有时候你是逻辑比较的问题 有些人逻辑很不清楚 有些人逻辑很清楚 对不对 回到我刚刚跟你讲的 一天五万多人确诊 假设五万多人都有买保险 你觉得保险公司一天要赔多少 那你还不快一点 你还不快一点 喔老师今天台积电反弹 你要不要讲他好话 我说 你棒啊 让你继续乖乖住套房 跟你讲很多人他今天看到五百二 他说 老师我买六百的会不会解套 他花了这么多的精神 花了这么多媒体的资源 对不对 好不容易请你住了套房 他会轻易的帮你解套 这周线 所以我上班上跟你讲 我说 五百零五昨天的低点你没买到 你不用太难过 搞不好过一阵子有四百零五可以买 我不是说风凉话 我如果没怎样的话 有生之年你应该都看得到 这样你还听得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我说金融股这边水太深 你不要存股 人家泰国那边 防疫保单之段 已经有四家业者破产 这是三月份的事情 到人家到六月底 将会冲破一千亿的赔款 为什么 保险公司的精算师 欧白乱算 随便乱设计 钱进来就好 对对对 好吧 胡乱卖保单 谁要负责 谁要负责 这样你听得懂听不懂 老师我跟你说 那个金融股 真的今天又跌快一趴 金融类股又跌快一趴 我跟你说 那个金融股是跌真的跌假的 我们看一下28 这代表全体的金融 拜托他还在年限以上 他应该要补跌到年限以下 那些什么金 什么金 我跟你讲 照说有人会输得亮晶晶 我跟你讲 搞不好下一波主跌股就是金融股 所以 各位朋友 你自己要小心 我有时候在帮人家踩刹车 有些人他就说 我跟你说 我长期买金融股都大赚钱 你这样讲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甚至还有人是出言不逊 我说 我跟你讲 可以你就参考一下 不行 你就当作我放屁 我黄文贤就说干话放屁 到最后你来看的时候 每次要嘛就不讲 要嘛就是讲完那些就一直死 有的还被我讲到下市 要嘛就不说 一说他就死 台肥啊 之前有跟你交代过 有卖掉 金融科 金融科很有机会 我是觉得金融科的话 今天是没涨 金融科在这边 我觉得指纹就有机会开高了 什么利多等报纸给你写 因为我现在不方便 有些东西我们先知道 我们就不方便多先讲 因为有时候讲出来 你们又说什么什么 老师啊你们都先知道 然后你们都是怎么样怎么样 你去看喔 你像中美金也是喔 他今天也没有大跌啊 他 其实他今天差一点 他只要开过高 他就上去了 他就临门一脚 你像台肾科 他今天也是工一半 工了上半场就掉下来 我跟你讲 他只要明天一开过了 过了有人冲喔 他就 后面就一群人跟着冲 可是你要去注意喔 大盘昨天见低点 他不是喔 你像台肾科不是喔 他一个多礼拜前 他就见低点 中美金也是喔 然後你在看喔 这股票 股票很好玩 就是你把那个 大陆股市啊 大陆股市今天大涨嘛 你看喔 他们也是上个礼拜 就见低点 所以有些股票 他不是跟着 台湾所有的股票一起走 他有些喔 你像深圳股市 他就提早上个礼拜 他就见低点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因为有些股票 他会领先大盘 那万一如果明天大盘 冲出去了 可能今天晚上科技股 更好 涨更多 因为整个科技股 包含费成半导体 对不对 你NASDAQ 跌了28% 然后费成半导体跌了31% 那这边很容易就是 他会弹得很快 他可能一天 像之前一样 就是涨个5% 一天涨5% 那台积电可能也涨个5% 那可能开盘就涨300点 很有可能这样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喔 你要去找那种 你像以K线图来看的话 他有提早落底的 提早落底的 那个会比较安全一点 我是觉得说相对安全 跌很深的嘛 腰斩了嘛 腰斩了 开始做直稳 开始往上攻 像这种股票 放量就会往上走 那要不然你就是选那个相对强势 还在高档 像长龙啦 像一些股票 往上 像营收是往上的 往上的 那你才有 才有赚钱的机会 我是觉得说才有赚钱的机会 你像那个友达啊 或是说一些什么文贸那些股票 反弹上我是请你卖 我是希望你卖 当然 我们这样讲你还是不会听 对不对 到时候就会有一些 好朋友们观众朋友 就在我们的line里面就开始问啊 啊老师啊 那个我买的是富邦的保单啊 你帮我看一下怎么样 不好意思齁 真的还没有空 你真的可以赔的话 赶快去申请 所以听我一句话 赶快去申请你赔 可以赔的话 那升华科我还是看好 今天没有长 没有大长 希望你是一个试货的人 祝你大众朋友明天见 本公司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